嗨大家 今天我想要來錄一集 就是邊散步邊回答QA的影片 然後因為在QA當中也很多人問說 我平常逛節都會去哪裡逛節 所以我今天就要帶大家去我平常 如果必須要出門去買東西或逛節的話 我會選擇哪裡 然後我要先來介紹我今天穿FILMES的 M65長版的外套 這件之前也有在我的那個代購上面代購 然後很多人也有購買 然後大家的穿搭也都超厲害的 然後裡面這件呢是Castane的內達衣 下面這個是阿美里的百褶裙 這件百褶裙它是藍面板褶裙 它後面是正常西裝布材質還有口袋 然後前面是大百褶跟高腰 所以它做起來的效果非常的顯瘦 跟顯腰身 這是我最近最愛的裙子 我大概回家我大概一個禮拜穿它五天左右 超好看 Youtube我會繼續做Youtube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在Youtube上面認識很多朋友 然後大家也會跟我分享他們的心得什麼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然後因為身為在國外沒有什麼朋友 所以跟大家聊天是我每個禮拜最快樂的事情 這應該就是我唯一死之以恆的理由吧 因為其實我也找不到任何理由了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很三分鐘熱度的人 所以我自己呢其實有持續到現在我自己也非常的嚇到 嗨大家沒錯我們現在來到了青山表餐到這一帶 然後我其實自己一個人逛街的話呢我都會來這邊 因為這邊有很多那種家具的雜貨店跟一些服飾店 所以呢我很喜歡來這邊然後再上下午茶什麼 在那種巷子裡面都超好吃 我們現在呢目前第一間要去的一間是 我之前在五年前留學的時候 我有個地頭蛇的朋友跟我推薦那間餐廳很好吃 我就從那時候愛吃到現在 在日本的時候也沒有什麼朋友 然後跟大家出去玩 或者是在日本的時候 我那時候剛來日本的時候 因為也沒有什麼朋友 所以我會在語言學校的活動的時候 然後跟大家出去玩 或者是下課的時候約大家一起去吃飯 交朋友 就算是外國人的話也可以跟他們做朋友 然後如果是上班的時候呢 我會盡量看哪一個人是比較人氣的 就是他人際關係比較好的 我會盡量去學就是他怎麼融入大家 或者是他都跟大家聊什麼 然後我覺得謙虛跟常常有笑容 也是一件可以幫助人際關係增長的一個很好的 道具手段 推薦給大家 推薦給大家 然後呢 這間 DEEP CREE我也是很常來 他在青山這一帶 這間咖啡呢 也是我之前在影片裡面有跟大家介紹過的 他鬆餅超級好吃 應該是說他沒有雷的產品 大家也可以來這間 走在這種青山跟表餐道的小巷子內 就會有很多那種設計師的小店 或者是選品店 還蠻推薦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在這邊閒晃的 日本的Apparelは給料低嗎 其實那時候有個問題是說 日本的接客業的話 薪水好不好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沒有到好也沒有到壞 只是我覺得要看你怎麼去 因為每個人生活方式不太一樣 例如說你今天如果薪水很高 五六十萬的日幣 可是呢相對的你的稅金也高 然後你的生活習慣跟消費可能也高 對五六十萬人來說可能也是不夠用 可是如果像是二十出頭三十出頭薪水的話呢 有些人覺得夠用 有些人也覺得不夠用 我覺得高不高低不低呢 就很看自己 主要還是要看你是 你的生活型態跟消費的一些方式 來去取決你覺得這份薪水夠不夠你用 這邊有一個青山的花店 然後它超級大家 有點像是旗艦店的概念 它裡面還有咖啡廳 就是在旁邊有人在排隊那邊 它二樓呢就是賣一些植物的花盆 或者是栽種的一些相關產品 我覺得也還不錯 然後在同一個區域裡面呢 也有MySone Special 就是一個日本的服飾品牌店 這家品牌呢它比較多是彩色系 跟特殊剪裁的衣服 這件呢就是Ancelito 就是我很喜歡的一間服飾品牌 但是因為它的價格都偏高 它的顏色呢也是綠黃藍 就是這種飽和的三元色系為主要 然後跟特殊剪裁 特別是我覺得他們家的裙子 高腰裙連身裙都超級好看 Zalahome 這件呢我也很常來 因為它如果有手打折的話 其實蠻划算的 它的風格就是很現代感 所以我覺得任何的單品 在家裡其實都蠻好擺飾的 我來這邊回答下一題 下一題的話是 吵架都怎麼解決 跟怎麼確定對方還愛不愛你 其實我覺得 吵架怎麼解決呢 我以前是一個很 因為我是摩羯座啊 我雖然是水瓶小姐 但是我其實是摩羯上升水瓶 但是有時候我真的蠻摩羯的 例如說我吵架我就會選擇消失 或是冷戰居多 但呢長大之後 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後 我才會知道 如果真的要為了兩個人的關係 的健康著想的話 真的要把話講開 然後要冷靜的去解決問題 因為解決問題呢 關係才會走的長久 如果你只是冷戰 或是一時就是蹭口舌之快 然後把對方罵的 就是要死不活的那種狀況的話 我覺得對未來的發展 都沒有太大的好處 怎麼確定對方還愛不愛自己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重點是在於 你還愛不愛他 如果你還愛他的話 那你就盡你的可能去愛他 如果你不愛他呢 旁邊的人再怎麼跟你講說 你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我相信你都不會把他翻眼裡 所以我覺得你會擔心他還愛不愛你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很愛他 那我覺得你很愛他的話 那你就繼續努力 我會支持你的 只是不要讓自己受傷 我的受傷的意思是說 不管是身體還是心靈 如果你有受傷的話 適時的選擇放手也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都沒有這兩樣問題的狀況下呢 我覺得你可以愛他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愛一個人本來就沒有錯 而且我們自己也克制不了 我們自己要愛誰對不對 加油 會和男朋友來台灣旅遊嗎 答案是會 在今年的十月左右呢 我們就會一起回台灣 因為我的大學好朋友要結婚 所以呢 我們會回去一趟 希望到時候可以在路上遇到大家 現在已經從青山晃晃晃晃晃到表餐到這邊了 表餐到這邊我自己覺得夕陽的時候 就是像現在這樣子 四五點的時候真的是超級漂亮 然後下一題呢 是我愛用的香水 這是目前自身必愛的兩款香水 一款呢就是 愛馬仕的里氏庭園 黃色的那一罐 那一罐呢就是裡面有柚子香 就是比較清香的花香味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春夏的氛圍 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 Maisomarujia的 Coffee Black 那個的話呢 我覺得他就是比較有一種 薰衣草的那種沉著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秋冬 你們去聞一聞看那個味道 就會知道 它是有一種咖啡色的氛圍 然後真的很適合休假 然後去咖啡廳讀書 桌上還有放一個蠟燭的那種感覺 這是我兩款 就是春夏秋冬最愛的兩款香水 Yeah Sakai的店美加可愛 它外面搞得很像在施工中 但其實你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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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愛 特別的是這邊有 Maisomarujia的香水專門店 然後在同一條街上 Namba Sugar就在這邊 現在已經關門了 超早 Namba Sugar就是手工的太妃糖店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也可以來這邊 這間 這間The Little Bakery Tokyo呢 也是我之前在東京的必去筆記裡面 有跟大家介紹過的 它的甜甜圈也超好吃 然後重點是因為它有外面的位置 所以尤其是白天晴天的話 住在外面心情真的會超好 來到一間Talako Pasta的店 也是超級有人氣的在東京 鱷魚子 明太子 像它這種就是很有名的 就是它是有湯汁的 很酷 然後旁邊這個呢就是一般的那種 義大利麵 就是比較日式的義大利麵 像這種有小布拉提的義大利麵 然後今天我跟我男朋友呢都要吃這個 它最有名的 下一個問題是說 如何面對語言的挫折 但我自己有筆記下來啦 因為我覺得挫折對於學習語言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它可以讓我們成為一種 有動力學習的種子 像我自己是很習慣 如果我覺得有好的日文 或者是我覺得可以 比記下來的日文的話 我會就是立馬拿小本子把它記下來 可以讓自己隨時都複習一些 我自己不會的日文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在學校學的日文 跟工作上的日文 然後還有和朋友說的日文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在各個場合 你只要有不懂的地方 或者是你覺得值得學習的單字 或者是句子的話 都要把它隨時比接下來是最好的 各位它的醬汁非常的濃郁 超級好吃 如果你是喜歡吃明太子 或者是鱈魚子的朋友的話 一定要來吃這一間 它有兩種吃法 一種就是像現在這樣先乾吃 吃到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呢 它旁邊有這個湯汁 再把它加進去就可以了 有點很像那個茶泡飯的概念 我現在要先來加這個 柚子七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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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那種超級好吃 好 我現在要再回答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是 如何培養自己的穿搭美感 但我自己呢 在還不太懂穿搭的時候 也不能說我現在很懂 但至少我現在比較懂 自己適合什麼樣的材質 什麼樣的版型 但我在還不懂的時候呢 我很容易覺得適合自己的版型 我會買很多同樣版型 不同顏色來搭配穿搭 或者是就是網路上的照片 模特兒就是穿那一整套 我就會買 把那一整套買下來的那種人 久而久之自己就會知道 自己適合穿什麼樣的風格 色系 然後跟版型 或者是服裝的材質 也有很大的關係 我覺得這都很重要 我覺得不是 一開始大家就會很懂穿搭 但是如果你很常去摸那些東西的話 我就不是說就是摸的 就是如果你很常去體驗 就例如說 試穿也是免費的嘛 就是說去試穿版型 試穿顏色我覺得也很重要 找到自己的東西 其實也蠻需要花時間的 但是找到之後 穿起來 怎麼穿 大家都會覺得你穿得很好看 在表餐到的 香奈兒旁邊 這一棟裡面 也超多東西 裡面有家具 雜貨店 然後一些選品店 還有設計師小店 都在這裡面 我超想買這個燈的 還有它後面 上面那個燈 這個燈 我也超想要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下面這邊 就是家具 雜貨店的 這間呢是丹麥的店 是在日本唯一一間紙銀店 家具真的超可愛的 尤其是沙發 顏色都很可愛 這盤子也超可愛的 我原本要買 但我男朋友說髒的很噁心 傻眼 他說他累了 坐在裡面等我 百慕 我覺得他們使用的顏色 真的都超可愛的耶 旁邊這餐桌真的是 配色超可愛的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回家 好開心喔 這間在地下室的咖啡廳 也是很不錯 但是我覺得他還蠻適合 一個人在這邊喝咖啡 然後工作的 好 繼續往前走 我剛剛跟我男朋友講 就是哪一家店在哪裡的時候 都會覺得前面就是賣 就是前面 賣日文 然後後面就是奥或是後面 結果我剛剛才知道 如果要跟人家講說 這間店是在前面的話 要說元奥 而不是元前 我剛剛才恍然大悟耶 覺得語言真的是沒有一個 終結點 就是會不停不停不停的 知道自己的錯誤 然後去學習 這就銜接到了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呢就是說 怎麼樣練習日文的口說 然後有人說很容易在腦海裡 會一直硬要中翻日文 但我覺得 學語言最最最最最機會的就是 中翻音或中翻日這樣 因為其實很多單字 你雖然知道那個意思 可是你會不知道什麼時候 要用那個單字 例如說雖然好了 就是有 跟跟 然後還有很多種講法 但如果你都是用中文去翻的話 你就是每個都是雖然 但是 這樣子 可是你不會知道那個的差別 覺得語言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那個單字的語意 就是它使用的情境 很重要 然後你要去讓自己融入那個語言 因為像我自己之前 就有一個 問日本人 日本也不懂為什麼的那種日文 我舉個例好了 好きじゃない 就是例如說 我要問對方說 欸你不是喜歡這個嗎 好きじゃない 結果其實是 好きなんじゃない 就是要加個難 可是呢 我問日本人 日本人也覺得 就是 欸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加個難 但難聽起來 就會比較順 像這種東西呢 在教科書上你也 找不到就是 欸 有加跟沒加 好像都沒有錯 在語意上面都沒有錯 但是加了 日本人聽起來會比較順 我覺得這種東西呢 叛氣 我覺得這種東西 真的就是沒有一種 正確的答案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在學這個語言的時候 你要去融入那個語言 然後不要有太多的為什麼 如果你身邊的日本人都這樣講呢 那我就會 學日本人的講法去講 就會比較像他們當地人講的日文 以上 然後呢 這銜接到上禮拜 EVE 有在講一個話題 就是 教日本男友 根本就不會讓日文 就是 進步申訴 他好像上個禮拜的影片吧 大家可以去看 我真的 超級超級 通意他說的 日本男友真的會 讓我們的日文更爛 他反而不會跟我們說 我們哪裡錯 他反而會 照著我們的錯誤去講 超白目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教日本男友呢 你是可以練聽力 但是不會練到我們的口說 我覺得口說 最正確的方式就是工作 就是 不是交友 也不是什麼 我覺得是工作 因為工作上你才可以練習到真正 而且正確的日文 跟進語 然後 我的日文呢 雖然 跟大公通上都沒有問題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卡卡的 我覺得語言這種東西就是 沒有辦法 做到一個很完美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 母語者 我覺得我們能做到最好的就是 不要去抵抗那個語言 然後 希望我們日文一起進步 那我先回家囉 希望這支影片呢 有回答到大家 好奇的問題 那我們就下禮拜影片見 掰掰 好奇的